他们的人生曾经凝造一时 甚至有辉煌的过去 但当外敌入侵 国家民族生死存亡之际 他们却便捷投敌 卖国求荣 通谋敌国的汉奸们 如何助长了侵略者的气焰 他们的行径 给国家民族带来怎样的灾难 剖析汪伟汉奸集团 投敌叛国的真实原因 揭秘抓住审判汉奸内幕 以及汉奸们的人生陌路 审判大汉奸 即将播出 尽情关注 1931年918事变爆发 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 随后日本相继吞并了东北和华北 并在这两个地区扶植亲日的傀儡政权 其中华北地区的傀儡政权头目 他们为什么选中大汉奸 殷汝庚 殷汝庚曾经是蒋介石的心腹 他为什么背叛蒋介石 投靠日本人 他公然叛国的行径 不但损害了国家利益 也破坏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日政策 蒋介石愤怒之下 又会如何处置殷汝庚 民国史专家王小华将为您讲述 审判大汉奸殷汝庚上级 蒋介石的翻译 投了敌 观众朋友们 大家好 欢迎收看法律讲堂 今天我们讲对老牌汉奸 殷汝庚的审判及其下场 所谓这个老牌汉奸呢 戏指在抗日战争以前 就出卖中国的领土和国家利益的 这些汉奸卖国贼 1932年的3月1号 日本呢 在我国东三省 制造了一个傀儡政权 就是满洲国 继满洲国之后呢 他们又吞并华北无省 就成了日本的既定的国策 日军当中的中国通 板元征四郎 多田骏 与土肥元等人 主张采取政治右翔的策略 诱导华北地区 效仿这个满洲国 这个模式啊 拥立一个华北王 然后呢 脱离南京国民政府 首先 由天津的日本特务机关长 板元征四郎 给了原北洋 湖南省的乌军张静瑶 30万元 令其呢 前往北平 谋划成立一个华北国 1932年的5月7日 张静瑶呢 被戴笠派出的杀手 就陈公术和白士雄两个人 刺杀于东郊名相的六国饭店 这样呢 日本成立这个华北国的阴谋啊 就破产了 但是呢 日本方便并不死心 由天津驻屯军的司令官 多田骏出面 胁迫宋哲言 河北省主席商镇 三东省主席韩福举 三西省主席 袁锡山等人 让他们呢 建立一个新政权 即华北五省自治政府 但是呢 也未能得逞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华北五省的省主席啊 虽然都不是蒋介石 和中央的嫡系 他们和蒋介石之间呢 有很大的矛盾 但是在明珠大义上都不含糊 不愿意啊 做出卖民族和国家利益的汉奸 最后呢 由奉天的特务机关长 土肥元出马 决定策反 英乳庚独立 成立一个 济东的汉奸傀儡政权 说到这儿呢 我们就要交代一下 这个英乳庚啊 是个什么角色 英乳庚呢 1889年 出生于浙江的平阳 1904年 选为官派留学日本 在日本期间呢 他参加了同盟会 参加了辛亥革命 1913年呢 英乳庚还参加了国民党 反援的二次革命 失败以后呢 又流亡日本 考入呢 早稻田大学的政治系 此人呢 兼任过孙中山 所办的中华政治学校的翻译 号称呢 日本通 平时这个人呢 挥霍无度 经常呢 向日本人借钱 他还不起啊 所以他就答应日本人 以后如果我得失以后啊 必当报答你们 所以呢 从那个时候起 他就为日本人呢 开始充当充当间谍 出卖呢 本国的情报 1916年呢 回国以后 被任命为北京政府众议院的秘书 1918年 孙中山在广州成立了护法军政府 英乳庚呢 就派为驻日的特派员 1925年 11月下旬呢 奉系的将领 郭松林 起兵呢 反抗张作霖 郭松林是张崔良 在东北讲武堂时期的老师 这个时候呢 英乳庚呢 担任郭松林啊 外交处的处长 负责呢 和日本呢 进行交涉 在这个英乳庚的这个白货下啊 日本答应 不加干涉 所以这个郭松林军呢 竟然很顺利 逼近了奉天 就是今天的沈阳 没想到呢 张作霖给日方 开出了更大的价钱 许以更多的许诺 日本军呢 这个时候呢 就全力支持张作霖 导致了郭松林啊 兵败被杀 英乳庚呢 逃到日本驻新明县的临时馆 在临时馆派人的护送下呢 就逃往了日本 英乳庚在日本待了不到一年 国内形势呢 发生了一个变化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革命军呢 开始北伐战争 这个时候呢 英乳庚在日本人的秘密的护送下 他以浙江老乡和留学生的这个资本呢 这个身份 并且呢 他反对过张作霖的一系列的这些历史啊 来到南昌 投靠蒋介石 任职于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 通讯处的处长 深得蒋介石的信任 1927年呢 4月份南京国民政府成立 英乳庚呢 还是被认为驻日的特派员 9月下旬 夏野的蒋介石呢 到日本旅游圣地游马 见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请婚 并在日本呢 进行访问 英乳庚是一路陪同 担任翻译和记录 1928年1月 蒋介石副职 领导了二次北伐 英乳庚呢 任陆海空军总司令部的参议 蒋介石取得政权以后呢 为了打破陷入困境的中日关系 就邀请了日本政友会的党首 床刺竹二郎 和他的议员呢 一行有十个人来话访问 蒋介石与床刺竹二郎之间 究竟谈了些什么呢 床刺先请蒋介石取得充分的谅解 他批评当时的田中内阁 对华的政策 还有日本在济南的暴行 并且告诉蒋介石 我准备回国以后啊 就弹劾这个内阁首相田中 并争取了阻隔 这样的话呢 我再和中国来共同解决济南惨案 这就是蒋介石所说的 慎望其能够成功也 就是他盼着床刺呢 能够当这个首相 不仅呢 济南惨案可以得了解决 而且呢 整个中日的外交啊 就有所缓和 有这么一个好的前景 床刺在南京与蒋介石的一切秘密的会谈 均由这个樱汝庚担任翻译 这都属于国家机密啊 不料呢 樱汝庚竟然将这个谈话的内容 暗中报告给日本的首相田中议议 床刺回国以后呢 就造访田中首相 准备进行逼宫 要求首相辞职 以便呢 自己能够上台 打破中日间的僵局 但是呢 田中不等床刺开口啊 就反问床刺 你到中国谈了些什么 床刺说 只不过谈了些敷衍的话 田中就说了 是敷衍话吗 随即呢 田中就把英乳庚啊 所记录的秘密报告啊 拿给这个床刺 床刺看到自己的真凭实据啊 都被田中所掌握了 一时啊 浑身冒汗 哑口无言 田中警告床刺 你必须拥护县政府 否则 我就把你这种秘密啊 公之于众 叫你在政界呢 无法立足 床刺连忙说 对不起对不起 表示呢 唯命是从 阴汝庚 密告田中之事 是怎么样曝光的呢 这是啊 床刺拖这个梅乌庄吉 这个人 转告给蒋介石的 梅乌庄吉呢 是孙中山的老朋友 梅乌庄吉呢 告诉蒋介石 他的目的啊 就是说 不是床刺 朱二郎这个人 不讲信用 是你们内部出了问题 蒋介石 气急败坏啊 他既不能公开 英汝庚出卖国家机密罪 因为这样呢 会激入田中 给中日关系啊 带来更大的不利 第二呢 如果处分了 银汝庚 也就打了自己的脸 因为银汝庚呢 是他自己的 主要的亲戚 所以想来想去啊 只有把这个银汝庚啊 调到交通部的 传政司 去任司长 免了他的 总司令部的参议之职 不得呢 再参与机要之事 银汝庚的泄密行为 让蒋介石非常气恼 他虽然没有被蒋介石 直接问罪处罚 却因此失去蒋介石的信任 政治地位一落千丈 然而 被降职处理的银汝庚 不但没有收敛 反而在日本人的支持下 公然分裂中国领土 从暗中泄密 到公开卖国 银汝庚是被迫落水 还是主动投敌 他是如何脱离南京国民政府 成立亲日的 冀冬自治政府的 民国史专家王小华 继续为您讲述 审判大汉奸 殷汝庚上级 蒋介石的翻译 投了敌 1933年的5月 长城抗战结束了 中日双方签订了唐沽协定 就是中国军队撤到延庆保底通州 以西以南的地区 这个以东以北 沿着长城为非武装区 实际上就制造了一个 类似于缓冲地带的这么一个情况 但是实质上是为日军进入季东 进入华北 打开了一个大门 当时的行政院成立了北平政务委员会 还是由蒋介石的蒙兄弟 黄福出任委员长 黄福为了缓和 与日本在华北的紧张的关系 他明明知道 易如根和日本的关系很密切 所以任命他为 冀冬的行政专员 希望他利用这种 好的这种关系 来转环和日本人之间 这种关系 想使中日交涉 可以顺利地进行 这样就给易如根在季东独立 勾结日方 割裂国土 创造了条件 因为土飞员 对宋泽源的策反 很不顺手 主要是宋泽源 对日本的态度是这样 不说硬话 不做软事 因此 土飞员决定暂时停止 对宋泽源的说服工作 转而全力去复制 这个英乳根 单独成立一个 反南京政府的新的中立政权 如果英乳根很积极的话 说不定 宋泽源也会学他的样子 也会屈服 这样土飞员就积极和英乳根 进行联系 11月25日 英乳根以惊人之势 成立了季东防供自治政府 发表了堂堂的反蒋清日的政策宣言 在英乳根呢 发表成立 季东防供自治政府宣言的前夕 有一天晚上呢 土飞员来到了天津的一个饭店 那里呢 已经聚集了英乳根以下主要的人员 土飞员呢 要求他们起草独立宣言 意气高昂的英乳根 立即说 好事要快办 明天就宣告新政府成立 今天晚上 我立即回通州 土飞员后来回忆说 当时啊 在房间里 一同干杯的情景啊 犹如在眼前 英乳根啊 干完杯 就急忙的 驱车啊 返回了通州 这就是季东政府成立前 的一个插曲 这个过程呢 土飞员呢 密录当中已经详细的记载了 11月24日晚 喝完了卖国酒的饮乳根 像打了鸡血一样 急忙的返回了通县的老超 当即以 季东防供自治委员会委员长的名义 发表宣言 声称 自本日 就是二日五日起 脱离中央 宣布 季东自治 树联省之先生 谋东亚之和平 英乳根呢 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 去掉了 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旗 改为呢 和韦满洲国一样的五色旗 委员会呢 设有秘书外交保安三处 还有民政 财政 教育 建设 实业 等厅 季东北政权呢 辖北平周围 二十二个县 六百万人 面积呢 约八千二百平方公里 他将这些地盘呢 直接划到了北平的城外 公开和南京国民政府叫板 对英乳根的卖国行径 是可忍孰不可忍呢 蒋介石是个什么态度呢 蒋介石在十一月十九号 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发表了对外关系之报告 在报告中 蒋介石虽然特别强调对日关系 当为最大之忍耐 但是呢 却提出了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 绝不放弃和平 牺牲未到最后关头 一部轻言牺牲的外交方针 表示了 日本如果无止境的进攻 超过了和平之限度 只有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 这就是蒋介石 最后关头的演说 已经表明了国民政府对日政策的某些变化 没想到六天以后 英乳根呢 就公开分裂华北 成立委自治政府 就是要让蒋介石难堪 英乳根等人勾结日本 卖国求荣 他们成立的所谓 冀冬防供自治委员会 其实质就是分裂国家的汉奸傀儡政权 这不但损害国家主权与利益 也分裂了南京国民政府的抗日阵营 破坏全民抗战的国策 有日本人撑腰的英乳根有恃无恐 他带头签订的一系列丧权辱国条约 对国家民族还产生哪些危害 蒋介石又将如何应对英乳根的卖国行径 蒋介石得知异常震怒 第一 英乳根为卖国之先驱 为以后的汉奸呢 做了一个非常恶劣的榜样 第二 英乳根啊 曾经是蒋介石的日文秘书 参医基要 由于他和蒋介石的特殊关系 加上呢 他和戴笠也有关系 所以呢 谣言似起 英乳根成立了伪政权 分裂了国家 在华北成立了汉奸政府 等于呢 直接打了蒋介石的脸 这还了得 于是在第二天 即11月26日 南京国民政府明令 英乳根宣布独立 背叛国家 干为汉奸 着急撤职拿办 这是任何一个主权国家的震荡之举 在自己的国土上 捉拿出卖国家利益的汉奸 天经地义 没想到 国民政府的通缉汉奸的正义之举 遭到日本政府的无理的反对 日本驻南京总领事馆 虚摸弥姬郎总领事 面见行政院院长孔祥锡 公然威胁说 华北自治运动 乃系中国制内政问题 非日本政府所能干预 然而若国民政府采取 无视舆论之手段 例如逮捕 引入更之行动 则日本政府将不得已 处于何项之促制 事态将陷于恶化 同日 华北的驻屯军司令官 郭田俊也发表公告 说 中国当局如果以武力镇压 实属徒劳 威胁将用武力呢 与南京方面进行对抗 有了日本组织的撑腰 英勇更呢 非但没有丝毫的收敛 反而变本加厉 不到一个月 英勇更呢 将冀东防供自治委员会 改组为冀东防供自治政府 冀东伪政权的成立 对中国华北的抗日运动 破坏是巨大的 从此 日本帝国主义 在华北有了依托之地 英勇更 与日本 为满足国 形成了三维一体 签订了攻守同盟 冀东汉奸政府的出现 而且和北平搭界 这令这个日本策划的 华北自治运动 加在一块 使华北的政局 更加动荡不安 阴汝更公然叛国 激起各界爱国人士的 一致声讨 甚至爆发了震惊全国的 反对华北自治 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 一二九游行 示威运动 强烈要求国民政府 讨伐卖国贼 抗日救亡 但蒋介石 面对严惩 汉奸的汹涌民意 他为什么感到 心有余而力不足 他决定让军统特务秘密 处决阴汝更的计划 又是怎样实施的呢 民国史专家王小华 继续为您讲述 审判大汉奸阴汝更上级 蒋介石的翻译 投了敌 南京政府呢 曾经数次和日本进行交涉 要求呢 取消该政权 但是呢 都没有结果 阴汝宫的公然卖国 日本的无耻与嚣张 和国民政府的软弱 会在中国人民当中呢 产生什么样的后果呢 他直接导致了 北平的爱国学生市民 进行游行请愿 反对自治委组织 要求呢 团结救亡 1935年12月6日 北大 清华 北师大 北师大 等啊 在京的11所大学 和第一女中等 4所中学的学生 自治会啊 联名通电全国 誓死反对断送领土 及主权的自治行动 以及任何变相之独立阴谋 要求政府下令 讨伐英乳庚 宣布呢 对敌的外交政策 动员对敌抵抗 这个12月9号当天呢 各大中小学生 3000多人 进行了大规模的 示威游行 遭到了北平当局的 血腥镇压 多名学生被打伤 英乳庚呢 却毫无收敛 不知悔改 在出卖国家利益的同时呢 还派呢 为外务处长 池莫宗访问 为满洲国 与之结盟 公然呢和国民政府对着干 在这个卖国的道路上啊 是越走越远 面对日本政府 和军队的不断的威胁 中国人民的抗日爱国运动呢 风起云涌 蒋介石怎么办呢 既然明的不敢 公开和日本进行对抗 他只有暗中 命令代理呢 想办法制裁这个英乳庚 代理呢 就将这个任务下达给军统天津战的战长 陈公树 来执行 这个人呢 是代理的 王牌杀手 他和他的行动组呢 曾在北平的六国饭店 成功地刺杀了大汉奸张静遥 这一次成功的这个案例啊 被写入军统的教材 这一次呢 除了成功树的元帮人马以外呢 代理又配备了高手唐英杰 这个人呢 远在上海大舞台 登台现役 轰动一时 为代理呢 所欣赏 此人呢 有一身好功夫 他最拿手的 不仅是穿房跃脊 以如履平地 就这十丈的高楼啊 他能够上下自如 代理呢 把他抓到南京的时候呢 就为了防止他逃脱呢 曾经给他上了刑具 不料呢 他竟能够轻松地脱下 手铐和脚铐 还有一次呢 他拿着一把普通的雨伞 从三层的高楼上啊 一跃而下 竟然飘然落地 紧发出了轻微的声响 代理呢 就把他罗制进军统 加以训练 灌速了政治知识 成为呢 行动人员当中的干才 就是为了完成制裁 殷汝庚的任务呢 代理是动员了精兵强将 那么成功术 怎样完成制裁 殷汝庚的这个命令呢 咱们下集再说 感谢收看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